今天是周末 带大家来斯德鱼尔摩最有名的市场 Pure Tollis Holland逛一逛 这个市场建于1958年 在欧洲也很有名 只要到瑞典旅游的人都喜欢来这里 一踏入市场 就会被各种摊位所吸引 有熟食党 也有生鱼生肉 瓜果蔬菜等 这里的海鲜 琳琅满目 三文鱼 有腌制的 熏制的 和生鲜的 有的鱼是没见过的 他们这鱼的价格就直接写在玻璃护板上了 这是肉类摊档 哇 这是正宗的雪花鸟肉 是肉类摊档 哇 来吧 都像咖啥 一会儿 说天宗 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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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卖的是水果蔬菜 这家的熏肉特别有名 很多瑞典本地人都喜欢来这里买 它的香肠和熏肉都是非常出色的 这个市场最火的就是这家鱼汤店 汤里配了这家店特别调制的蒜蓉蛋黄酱 浓汤里有鱼肉 棒 虾仁 蛤蜊 原本有腥味的浓汤 此时配上蒜蓉蛋黄酱 调和非常美味 面包和沙拉是免费的 如果不是今年受疫情影响 每天这里都人头攒动 排队很长 时刻除了瑞典本地人 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一碗鱼汤喝完了 还可以免费再续饭碗 在去的半碗汤里的料也很足 来瑞典旅游的朋友 一定要来这家店尝一尝 吃完了鱼汤 我要去干果店买点干果回家 腌制橄榄和枣和豆 这里有各种干果 有核桃啊 这种是山核桃 山核桃很好吃 这种 这种 对这是开心果 开心果直接就剥完了壳了 64 65克了 也都不贵 花生仁 这种是瓜子仁 杏仁 然后这是核桃仁 这是葡萄干 这葡萄干14亿包啊 还挺便宜的 对 像腰桃要一包两包 木瓜 这无花果 这28 新疆啊 哇哇哇哈哈 在这里 在这里竟然能看到新疆的狗旗子 真的很难得 这些是世界各地的各种香料 这边也是 这是咖喱 还有红咖喱 有的红的也是咖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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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各个摊位的展位图 然后这边是各个摊位的名称 他们租户 就是那些商铺 共事场 是旅游最吸引人的地方